由台灣酒駕防治社會關懷協會舉辦的公益悠遊卡捐贈活動 特別把協會創辦人柯文哲的漫畫造型作為酒駕防治宣導 並且結合悠遊卡第一波限量發行1000章 而主辦單位更請來柯P的分身代言 宣導酒駕防治也效果十足 所以說我這個人是這樣 你千萬不要惹我生氣 你只能騙我一次 你不能騙我第二次 我這個人絕對是公事公辦 失事失辦 對的事情一定不能慢 吃麻醬麵還要攪拌 人到老的時候一定要有一個半 颱風天千萬不要在家裡吃飯 我怎麼又繞到自己頭上來 不過我應該怎麼講 就是人家酒駕我們常常有看那個標語 大家一定要記住 你酒駕你躲得了取締 但是你逃不了死神的追氣 相似度十足的冒牌柯P致詞完畢之後 便邀請柯文哲上台 而柯文哲也笑說都搞不清楚自己是誰了 你自我介紹一下 我忘了我是誰 你忘了我是誰 我還清清河邊草 你忘了我是誰 我還忘了 我還這 我跟你講 我到三十秒鐘前 我坐下來才知道有這個 有你的存在 什麼有我的存在 玩笑之餘還是要回歸正題 對於酒駕防治 柯文哲認為 應該要採取連坐法 目前已經有擬定一些方案 不過我們會這個 很努力的要推行一個立法 就是酒駕連坐法 就是你一台車裡面 如果駕駛是酒駕被抓 坐在車上通通要處罰 因為你在桌上 如果你也酒醉 你也有酒醉 當然你就沒有辦法去一直制止他 如果你沒有酒駕 也沒有去制止他 你也不對 所以這個可能我們要開始在 最近在思考 要不要實施酒駕連坐法 這個已經在進行法務上面的研究 總之在還沒立法之前 還是希望台灣的民眾 發揚雞婆的精神 能夠看到酒駕去把它預製 主辦單位希望民眾 能夠一起響應酒駕防治 的活動 只要和柯文哲漫畫造型立牌合照 並且上傳到活動官網 就有機會獲得愛家人不酒駕的 公益悠遊卡一張 記者 許超雄TV報導 還有現場HD套餐 讓您看電影 風運動 玩綜藝 還有臉紅加心跳 在8年免費建置Wi-Fi 讓全家都可以同時上網 還送一千元7-11商品卡 快打電話找BB